腦子裡不會想好一份花 然後再去買花 因為我覺得那樣就設限了 就好像人生裡把你安排好 你格局就這麼大 你就已經把格局設限好了 那有點狹隘了 為什麼說我很喜歡花 也很喜歡到花室 因為去到那邊 真的是可以說與世無爭 可能是人生在最困頓的時候 上海大叔大媽 每天他們都會問候我 然後那種溫度一直在溫暖我 上海其實它已經是我第二個故鄉 對我來講 只想回饋啦 再說哪兩個 很緊密的